平农邮局今天在平农县府举办关怀农产洋葱礼盒捐赠仪式 由邮局局长邮素贞将义卖工艺金分别捐赠给平农县社会救助金专户 其恒春镇慈善功德会用于协助弱势 其实我们会考量做到洋葱是只要它的售价比较低 但是它的经济价值是很高的 那我想应该要增加农民的收入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人见度跟它的知名度把它打开 那从那边开始就是一直发想 那到今天其实就是圆满结束 我们一共卖了1688盒 那每一盒我们会同也就是说 在整个行销的过程中我们邀约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工艺 所以每一盒兼了10块钱 以推广农产行销为目的 平农邮局在今年4月至6月推出洋葱礼盒 每盒210元 每卖出一盒捐10元做工艺 总共卖出10688盒 今天共捐出106888元 平农县副县长吴丽雪 感谢平农邮局的善举 除了协助推广恒春的无毒洋葱 还能做工艺 让平农县弱势民众获得更多帮助 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邮局 邮局长这边的发想 他一方面就是帮助我们的农民朋友 那透过就是结合的一些专业团队 那辅导让我们的农民就是做一个林检出 农药林检出的一个辅导 然后接着他再透过一个包装的部分 把整个洋葱的产值都提高了 这个卖出去的所得 又同时就是帮助我们县里面的弱势朋友 那我想这是一个与举述的 那同时因为农民有这样的一个行销的过程里面 也让它的能见度提高 平农邮局表示 在大力行销下 平农洋葱知名度大大提升 还吸引日本客户透过贸易商接触洋葱农 期盼未来能将平农洋葱行销至国外 开启洋葱农特产的另一条通路 平农新闻章为魏德卫采访报道